记者图居民台北报道,为台美年度军事交流重头戏的台美国防工业会议将在今年下半年登场,随着两国交流日益密切,外界关注,国防部是否打破上将副部长率团出席惯例,改由国防部长延德发出席。 对此,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表示,对于部长是否参与,还在评估中。 另外,美国众议院通过《201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虽删除美军参加我国汉光演习项目,但仍强调住我国取得防卫性武器等意见。 对此,陈忠吉表示,对于该法充分提及及与我国适当防卫力量,或双方进一步交流。 国防部相信,这是美国国会极有人,对我国扮演区域和平维护者的肯定。 陈忠吉表示,国防部除表达感谢,一和我国,美国一样有自由民主核心价值者,共同维护区域安全稳定。